OK 大家好 我是Ryo 好的 那因為我不知道要去哪張地圖啊 所以我就隨便站了一個位置 好 那不重要 今天呢 我們要來跟各位說一下 李歐我為什麼要換帳號 並不是我對陽師沒有興趣了 而是呢 有其他的原因在 OK 那首先要先說一下 沒有意外的呢 應該從可能下禮拜 或是下下禮拜開始 以後我就會開始玩新的帳號了 那新的帳號我會在之後的影片再跟各位介紹 那今天的話呢 就是希望先來說一下為什麼我要換帳號 其實我覺得換帳號也不太需要有什麼理由啦 不過呢 既然最近收到了非常多的視訊詢問 那我想說就拍個影片一次解釋給各位 其實最開始的時候呢 常常有一些觀眾啊 在跟我開玩笑說 可能我運氣不好啊 都是帳號的問題 或者是我人的問題 又或者是各種原因 那我要先說一下 我並不是每次洗裝備 並不是每次抽東西運氣都很差 只不過10次 可能會有7次 都是運氣不好的時候 那可能會有3次呢 可能就是一般般 或者是運氣稍微好一點 所以我在玩風古的時候呢 其實也是有運氣好的時候 譬如前陣子的直播就還挺歐洲的 但最讓我崩潰的呢 是在我上禮拜的時候 我在洗一件我自己裝備的時候呢 我花了650顆的附加方塊 結果那件裝備呢 還卡在罕見 而在我好不容易把它洗上傳說之後呢 我又花了300多顆的方塊 才洗到一個大雙牌的錢 聽好了 是雙牌 不是雙牌 然後在隔天的時候呢 我又跑去抽了幸運箱子 沒有錯 這個就是我單純的手癢 那我創下了連續50組零廣播的紀錄 沒有錯 連一個15星或16星都沒有 也就是說呢 當我好友得知我買了50組的幸運寶箱 到我抽完呢 他都不知道我到底抽了沒有 就是這麼的神奇 那再過了幾天以後呢 我又洗了一件裝備 雖然說呢 我大概花了100多顆就洗上傳說了 先說一下 我洗附加的話 都會使用小豬紅包 所以呢 是有跳框加倍的機率的 不過呢 我依舊花了100多顆才洗上傳說 那其實原本呢 這件裝備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不過呢 以後我又花了300多顆 依舊沒有洗到大雙牌的屬性 呃 不要說大雙牌啊 我甚至中途呢 連一個對數的小雙牌都沒有看到過 然後再加上先前直播 不論是漆黑視頻隨便抽到的兩條夢妖 或者是各式各樣呈現給各位的影片 總之呢 我覺得這算是一點一點雷加上去的 當然我不會說可能因為一兩次倒楣 然後我就把它說是因為帳號的問題 主要是因為呢 在我玩遊戲的這幾年當中啊 一直陸續有 不論是觀眾或者是身邊的朋友 一直告訴我說呢 或許我可以換個帳號試看看 那起初我都覺得呢 大家只是開個玩笑說說 而且呢 我也覺得不太可能是因為帳號的問題 我覺得比較像是我自己 就本身運氣都不好 但是在一次又一次 一天又一天 一年又一年的摧殘之下呢 我漸漸的告訴自己 會不會真的是帳號的問題 因為大家也知道 我在代抽別的觀眾的時候 運氣都非常的好 然後呢 就在這一年兩年下 我漸漸的開始覺得 會不會真的是帳號的問題 當然運氣只是我換帳號的原因之一啦 還有另一個原因呢 就是因為我想要換新的職業來嘗試看看 並不是說我覺得陰陽師不好玩 而是單純我想要換其他的職業來玩看看 這也是為什麼我堅持下一個帳號 不選陰陽師的原因 然後還有一點呢 就是因為我想要體驗遊戲更後半段的內容 例如老黑阿 賽聯之類的 當然我知道陰陽師如果練上去的話 一樣可以體驗到 不過不論是等級 戰地 或者是ARC 甚至之後的AUT呢 不僅需要大量的時間 而且呢 即使你花時間呢 你也只能每天節每日任務 或者是從活動中取得 那這些取得的數量是有限的 也就是說呢 即使你想趕進度也無法 就只能夠慢慢的循序漸進 那我想說倒不如就趁了這個機會 就直接換一個帳號 讓我能夠更快的體驗到後面的遊戲內容 而且呢 我也不用花這麼多時間 總之呢 就是以上的這些問題才導致我最後決定呢 先把陰陽師放在一邊 然後呢 換一個帳號嘗試看看 所以再強調一下 並不完全是因為運氣的問題 當然我知道運氣這種東西是真的很難說啦 而且我也不覺得真的是因為我的帳號問題 雖然說我好友每一個在我這個帳號抽 真的狀況都非常的慘烈 但我依舊相信絕對不是因為帳號的問題 呃 應該啦 那反正我想說 既然基於這麼多的原因 那我不如就換個帳號嘗試看看 而且我在想 如果我真的換帳號 然後運氣還是這麼差的話 那感覺這個鍋好像就要由我本人來背了 好像就不能牽托給帳號了 好啦 那我們影片的最後來回答一下 我在粉絲團的私訊比較常看到的問題 第一個呢 當然就是 我的下一個帳號會選擇什麼樣的職業 那目前我希望選擇的呢 是阿戴爾 開拓 神射手 墨璇等等 主要限於這幾個直接優先選擇 不過呢 其實我都還在考慮 所以呢 還沒有一個正確的答案 那再來就是 新的帳號會慢慢洗裝備 還是直接買現成的呢 我比較偏向直接買現成的 因為搞裝備真的非常非常花時間 再加上因為現在不是寒暑假的關係阿 所以遊戲的活動呢 會非常的少 取得的資源呢 也會非常困難 所以呢 我比較偏向直接收現成的裝備 然後就是 會選擇什麼樣的伺服器 沒有意外的話 應該還是選擇流德吧 我覺得 然後 新帳號會跟大家分享嗎 會的 如果等我處理好新帳號之後呢 我會再拍成影片或者是直播的方式跟各位分享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換新帳號後會不會就看不到李飛了 欸 這種東西不好說阿 反正呢 我們就換了帳號再來嘗試看看 那假設說呢 我們運氣真的變好了 我想也是好事嘛 是不是 至少才符合得起我們這個頻道名稱李歐嘛 是不是 那假設還是一樣糟糕的話 那 就這樣吧 好啦 那最後非常感謝大家一路以來的支持 那也非常謝謝陰陽師呢 一直以來陪伴著我 雖然說我和他的相處只有短短的一年多 我也覺得這個職業的技能非常的華麗 反正最後我就想說一句 再見了 陰陽師 OK 那我是Rio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訂閱按讚 分享 留下去 記得幫我追蹤一下 那如果你們有任何想要詢問的呢 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 那如果想要建議我玩什麼職業的話呢 也歡迎在影片下方告訴我 雖然說影片發布的時候 我可能已經決定好了啦 OK 那我是Rio 我們就下一次影片或是直播見喔 大家 掰掰 拜託 不要失夢幻的腰帶就好了 好不好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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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Rio 我是歐洲人 拜託 我是歐洲人 謝謝各位 不看好不好 我一樣不看 然後給你們看啦 我在看聊天室 我們8點整直接按下去 我按了吧 我按了嗎 聊天室你們跟我講抽到什麼 抽了兩次 兩條夢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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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我按讚